十多年前我做医美的时候 我打针的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我打的是 不知道是玻尿酸还是肉度感菌 反正有一次打的有一点过量了 天啊天都要塌下来了 所以我就赶紧再去到医生那里 医生说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再打一针 可以reverse一点剂量 所以就速速再打了一针 反正还过了挺长一段时间 脸才变得比较自然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 又看到了Bruce 就知道今天是个聊天节目了 因为我最近受到不少留言 都在问我说小珍 你看上去完全不像四十几岁 你平时做什么医美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做医美 但是这个也不确切 确切地说 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就做过医美 而且做过很多个大项目 做了很多年 反而是我最近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反而不想做医美 目前也没有考虑 未来会做医美 当然了Never say never 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暂时我是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那么今天就索性做一个影片 来聊聊我之前做过哪些项目 我的一些learning是什么 我为什么现在反而不想做医美了 以及我觉得什么是更好的 抗帅老的方式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是小珍杰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先说说我过去做医美的一些经历吧 哇那个时候应该是十多年前了 我才三十岁出头 因为我自己一直是在beauty这一行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也认识了很多行业里面的人 其中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某知名玻尿酸品牌的市场总监 所以呢他就认识很多技术特别好 他也比较信任的皮肤科医生 所以就介绍给我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医美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 很多人都不敢尝试 但是正因为是我朋友介绍的嘛 而且呢这个医生确实人也特别好 技术也特别好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项目 哇我做的项目真的太多了 先说简单的吧 那就是射评 因为在那个时候还不太流行 好像还没有吧 什么超声刀啊 线雕啊 那个时候几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射评是刚刚开始 所以我是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 就要去做射评 那更复杂的项目就多的去了 我打过玻尿酸 在眼底这里做填充 而且我还定期去打肉毒杆菌 尤其是我的抬头纹比较严重嘛 还有法令纹啊 这里还做过激光去斑手术 因为我的嘴角一圈 以前因为减肥过当嘛 就不吃主食 就有很多很多的痘痘留下的痘印 我也做过激光 最大的一个手术 就是我做过切除眼带的手术 我记得应该是内切吧 因为我还比较年轻 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做的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手术 反正那个过程也是挺吓人的啦 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觉得自己就像疯了一样 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去做手术 anyways 可以说那个时候 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医美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而且是定期去做 花了很多钱啊 我记得因为还挺贵的 即使他们当时是买卡什么 反正是挺贵的 那么打完针或者做完脸之后的效果如何呢 平心而论吧 我觉得肯定是好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 本来还是很年轻啊 虽然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 三十几岁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哇十多年前 我看看以前照片 哇教员蛋白好足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做完呢 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而且呢 无论是像玻尿酸啊 还是肉毒感菌啊 它都是人体可以自己吸收代谢掉的 六到十二个月就要去补打 而且在医生的眼里呢 你就每六个月必须要打 因为你不打的话呢 你就前功尽弃了 你打的话呢 你就可以一直维持这个比较好的状态 总而言之吧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 是比较 也不能说疯狂吧 但是是 真的有很定期的 在给自己的脸做装修 我还很清楚 朋友之间探讨 包括也跟医生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哇我还不算老 才三十几岁 我就开始做这么多的项目 那我以后怎么办 会不会有耐药性啊等等 那医生的统一回答呢 永远就是啊 现在做肯定比以后做要好了 预防肯定要比以后去correct要好 这话听上去好熟悉啊 就是我以前 做化妆品写文案就这样写 二十岁就可以用抗老产品了 其实是一样的了 anyway啦 反正就做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好多年 直到我出国工作 因为出国的原因嘛 我就停止没有再做医美了 但是因为那段时间 我也是经常会回中国去出差 所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 我也会去找这个皮肤科医生 帮我去做一些皮肤的管理 但是后来呢 因为出差的行程越来越忙 我也比较忙 反正后来就做的次数就比较少 后来渐渐就不做了 这就是我以前 在大家都不知道医美是什么的时候 自己做医美的经历 可以说是很早吃螃蟹的那一批人吧 那么现在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我的皱纹是越来越多 脸也在慢慢往下垮 但是我反而不想做医美了 我也没有计划做医美啊 那其实是有蛮多原因的啊 在我说我自己的原因之前呢 我也想先声明两件事情啊 第一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啊 我对所有选择做或者选择不做医美的朋友都没有任何的意见 大家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可以了 别人随便说什么都不重要 我只代表我自己 第二呢 就是我下面可能会说到一些明星啊 或者一些名人啊 那我是能够理解他们定期去做医美 或者是做美容手术 因为他们有上进的需要吗 大家想想看 一张脸要怼在大荧幕上 那是要花很多的力气去维护他了 我说的只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了 好了 那我就讲讲我的一些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对自己自信心的一个极大的打击哦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我去做医美的那段日子 尽管我那个医生是非常温和 也非常的积极友善的一个人啊 但是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嘛 所以任何的脸在医生的眼里都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每天都很纠结的是 哎呀我的太阳穴好扁啊 要不要再打一点玻尿酸 哎呀我的眼底又有青筋了 要不要再打一点补一补肋沟啊 医生说你这个不行啊 你要下巴要干嘛干嘛 就是在医生的眼里 你的脸上的所有的部位都需要装修一下 那我本来呢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哦 那这样长此以往每次我都觉得我的脸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太可怕了 真的是不能看 就是无形中就会有一种 我不行 我很难看 我很丑 我需要做点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打击 比较粉刺的是本来做医美是一件能够帮助你提升自行性的事情哦 但是整个过程因为医生很专业嘛 他跟你讲那些东西可能他是不带感情色彩的 但是在我这里看来呢 就是变成一个变相的打击你 就是你这里不行要补一下 那里不行要补一下 这里不行要打一下 就是我真的是一无是处哦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其实自信心反而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哦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风险太大了 只要是注射类的医美的项目啊 他就一定有风险哦 那些好莱坞明星嘛 他们那么有钱 他们肯定能够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美的医生 但是你看看有多少人到最后打针都打到整个脸面目全非 而且打到最后都长得差不多 不觉得很可笑吗 远的我们就不说 我们就说说我自己吧 在十多年前我做医美的时候 我打针的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我打的是 不知道是玻尿酸还是肉度感菌 反正有一次打的有一点过量了 天啊天都要塌下来了 所以我就赶紧再去到医生那里 医生说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再打一针 可以reverse一点剂量啊 所以就速速再打了一针 反正还过了挺长一段时间 脸才变得比较自然呢 就是即使是像他这么有经验的人 都不可能保证每一个病人每一次都做到100%完美的 所以风险肯定是存在的 那不光是我 我身边我也见过有朋友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他在美国这里打肉毒感菌 因为他找的的是护士打的 因为在美国护士只要有这方面的资格也是可以打的 然后那次就打过量了 然后他的两个眉毛真的就是有三四个月 就是有那种倒挂着那种不能动的感觉 特别的奇怪 当然好在肉毒感菌它是慢慢会消退的嘛 过了几个月就好了 但是这真的是就很不正常啊 对不对 这几个月太难受了 那可能就有朋友说那我不打针好了 我就做做仪器那种没有风险了吧 其实也不是的 我就听我的那个帮我打针的医生就说过 他曾经接待过一个病人特地从美国飞过来找他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个病人 也不是病人 那个客人他在美国做的激光去斑的手术 但是因为在美国嘛 可能医生护士他们对亚洲人的皮肤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那个激光的强度就太大了 结果打了几次之后 本来要去斑的地方变得特别的白 就白到不正常 所以他只能飞回国再去找以前的中国的医生去补救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任何的这方面的手术也好啊 或者是项目也好 他都一定会有风险呢 只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一张脸要逆转 自然的衰老而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情 第三个我觉得是很难能够找到一个审美好 品味和你比较类似的医生 因为美这个东西吧 其实是非常主观 而且呢 每一个人他都entitled 可以觉得什么是美的 比如说吧 在美国这边 整容医生最爱整的 或者是顾客最爱整的 就是卡德莎那种脸 那我是不能够忍的 那如果回到亚洲这边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的是那种小V脸啊 大眼睛比较右胎的五官 我也是不喜欢的 因为你要打针啊 或者做微调这样的医美吧 你这个医生要给你建议的 但是这个医生 他的审美到底行不行啊 如果他的审美是卡德莎 或者是白瘦佑 那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重点就是 你在做之前 其实很难能够确认的 即使他跟你沟通过很多次 你只有自己试了 你才知道这个医生行不行 所以这就回到了前面的那个问题 就是风险太大了 万一这个医生就喜欢卡德莎 那怎么办 或者他手松一松紧一紧 就把我搞成了卡德莎 那怎么办 审美这个东西吧 确实是很难能够描述的出来的 你要一遍遍一遍遍的跟医生沟通 一次次的去试 可能你才慢慢能够知道 这个医生的审美 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审美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 太难了 就我至今我都觉得要找到这个好的医生 或者说和你比较匹配的医生 是整个医美过程中最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这里也想提醒大家了 就是说如果你去做这方面的医美 不是说这个诊所的医生技术好 或者用的原料好就行了 还是要多跟医生沟通 确认他的审美 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 你们的品味是比较接近的 这样做出来的脸 可能成功率才会比较高了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难能够找到 和我审美比较相同的医生 或者我不能够确定 那风险太大了 第四呢 就是我现在随着年龄 或者说随着月历的增长吧 我越来越感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脸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 当然你是明星啦 你天天被人家看脸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哪怕我现在做YouTube 我也觉得脸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看人都是看整体的呀 当你出现在一个场合的时候 没有人会扒着你的脸说 这个人眉毛长得好奇怪 这个人眼睛有皱纹 这个人嘴巴这里有一颗痣 那个人什么有法令纹 很少有人会这样扒着你看你的脸 用放大镜找你的脸的缺点 一般来说你出现的时候 别人看到的是你整个人作为一个整体 那整体就是包括你穿了什么衣服啊 你的站姿坐姿啊 你是如何说话的呀 你是如何跟别人互动的呀 或者说你如何带人接物的呀 那换句话说其实看你并不是看你的脸 而是看你整个人的气场和气质 所以我就觉得脸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就与其去花时间花精力要去纠结 去搞自己的脸 我觉得还不如花时间去修炼自己啊 包括自己的一些仪态啊 带人接物说话谈吐啊 穿衣打扮啊 个人修养啊等等 这些我个人觉得都要远远重要于一张光洁 没有皱纹 看上去很年轻的脸 尤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你就会发现相由新生是有道理的 你的脸其实就是你内心的一个写照 这一点呢 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也强调过很多 我走这里就不赘述了 真的就是脸没有那么的重要啦 我自己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啊 就没人说我吧 为什么 那你有没有想象一下 比如说 当你的这张脸非常的年轻 没有任何的皱纹 整个脸都是像剩的 但是你的眼睛是有故事感的 是有阅历的 你整个人的气场 就是那种有阅历的气场 你不觉得很不协调吗 大家想想看 其实有一些明星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脸 就像18岁的小姑娘 但其他的部位 其实都是一个 可能是50岁 非常有阅历 非常有气场的那种 大女主 就非常的违和 所以还是那句话 就是看人是看整体的啦 你纠结这张脸 有没有下垂 有没有皱纹 没有意义啦 那么第三部分 我就简单讲讲 我是怎么样对抗衰老的吧 我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最好的医美 就是不是天价护肤品 而是运动和饮食 这一点呢 其实在我之前那个 关于我如何通过运动和健康饮食 瘦了20斤的影片里面 就介绍过 只要你能够定期的运动 然后吃得非常的lean 或者说吃得比较健康 你的脸就会反应出来 你也不容易老 也比较容易紧致 这一点呢 我到现在都是非常坚持的 而且我自己就是一个火生生的例子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 那些看着比较年轻的人 没有一个例外的 都是日常会运动 也比较注意饮食的 就在这里吧 我也想提醒一下亚洲的朋友 因为我自己以前吃东西 已经觉得很注意了 但是我才后面 通过自学了一些营养学的知识 我才知道 原来那些传统的饮食结构 是非常不健康的 包括吃白米啊 白面啊 然后吃很少的蛋白质啊 然后高油啊 这些都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自从我慢慢学会了这些 自己去做饭之后呢 我不仅人瘦了 我整个人的状态 还有脸都变年轻了 所以吃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单独再说吧 那最后就用一个我身边的朋友 问我的一个问题来结束这个影片 他就问我说 你会不会容貌焦虑啊 我说我好像真的不会容貌焦虑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就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了 焦虑啥 我得饮着我今天最年轻的一天 最美好的一天 对不对 那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了 就做好每一天 过好每一天 每天都好好的运动 好好的吃饭 当然了 要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了 那你自然就会状态很好 什么皱纹啊 下垂啊 什么都不重要 真的不用想那么多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一些个人的想法了 抛砖引玉啊 还是那句话 我只代表我个人啊 不做任何的道德批判啊 大家开心就好了 好了 我是小金姐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对不起 那我们就下次见哦 Bruce say bye bye 拜拜 by bwd6